我们来定义向量的另外一种运算 我们叫cross product或者向量的差几 向量的差几或者cross product 它也叫它的向量几 因为这个差几的结果是一个向量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向量几 那么差几的定义是什么呢 A差几B 它的结果是一个向量 所以它有两个属性 第一个是它的长度 A差几B 它的长度 它的长度是A的长度 乘上B的长度 再乘上sinθ 这是θ A的长度乘上B的长度 再乘上sinθ 那么实际上结果它也是这样的 它也正好是这个平行四变形的面积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平行四变形的高 正好是sinθ 是B乘上sinθ 那么A的长度乘上B乘上sinθ 就是正好是A乘上高 所以它也是平行四变形的面积 就是A和B所组成的平行四变形的面积 第二个它的方向 方向是A差几B 同时垂直于A和B 同时垂直于A和B 而且A B 和A差几B 是乘右手系 它乘右手系 右手系我们在讲空间直角坐标系的时候 我们讲过了 这个是我们先把四个右手的四个手指头指向A 然后卷起 我们四个手指头指向B 这里卷起的这个角度不能超过π 那我们右手的这个拇指指向 就是指向A 指向第三个向量的正向 这是我们右手系的定义 这是它的定义 那么直接从定义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结论 第一个结论是 A如果平行于B 那它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A差几B 这是等于0 因为3C它等于0的嘛 或者是A和B有一个为0 0向量的方向是任意的 所以0向量既同时平行于任意一个向量 又同时垂直于另外一个向量 同时垂直于任意的向量 如果它们两个都不是0的话 那只能3C它等于0 3C它等于0 那么就是θ要么就是0 要么就是π 然后有有这些定义 我们可以直接得出一些 它的运算规律 第一个如果A差击它自己 这是等于0的 A平行它自己嘛 那么A差击B 是等于负的B差击A 因为右手系 右手系 如果是你是先从B再到A的话 那你的右手的手指指向肯定指向下方 像我们这里是指向上方 如果这是A 这是B 你先指向你这样的话 那么这是A差B 它就指向下方了 因为我们要说右手四个手指头卷起来的角度 不能超过π 这是第二个 就是交换的话 它是它是两个项链交换的话 它也变成负号 第三个是竖乘 竖乘 我们可以把竖提出来 还也可以把竖分到后面去 就是竖你成的什么地方 没关系 第四个 也就是说不管是前面的数 还是后面的数 我们都可以写到前面了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 加法的分配率 A加B A加B 再插击C 是等于A 插击C 再加上B 插击C 这是 它的一些简单的运算规律 那么我们再看在坐标系下我们怎么去计算 坐标系下的计算 我们直接可以写成这是一个行列式 这是A1 A2 A3 给出他们的坐标 B是B1 B2 B3 这是行列式 用行列式去计算 因为这样写起来比较简单一点 如果我们要直接写出它的表达式 比较难得记 那行列式的定义是什么呢 我们看二阶的行列式ABCD 它是等于主对角线 这是主对角线 这是副对角线 主对角线相乘 减去副对角线相乘 这是二阶的行列式 那么三阶和三阶以上的 我们叫做通过行列式展开 这是A1 A1 A2 A3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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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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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下标是表示它所在的行和列 我们用行列式展开 是怎么展开呢 我们可以把其中一行的数字提出来 每次提一个 那么例如说我们用第一行 第一行就是A1 第一个数字 我们 那么还要乘上个负1的1加上1 这指数是行号加列号 那么剩下的部分怎么办呢 我们是这样子算 我们可以把通过原来的行列是通过原来的行列式划去它我们提出了这个数字所在的行和列 好 我们当然这个没做完啊 我们按其中一行或者一列展开 这次行列是展开的方法 那么A12就是负1的1加上2它所在的行是第一行它是第二列的 那么划去它所在的行和列以后就是A21 A23 A23 A31 A33 那么A13这是负1的1加上3 划去它划去它所在它所在的行和列就变成A21 A22 A31 A32 那么剩下的部分我们就用二届的行列式去计算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A差几B这个我们可以写出这是I 那么负1的1加上1是A2 A3 B2 B3 再加上G我们提出来那么负1的1加上2 所以这个负1 那就是A1 A3 B1 B3 再加上K 就是K的这个负1的系数这是1加上3 那就是A1 A2 A2 B1 B2 所以是A2 B3乘上I 再减去A1 B3 减A3 B1这是G K再加上A1 B2 减A2 B1这是K 我们可以这样写 这是在坐标系下的表达式 我们不希望用后面这个表达式 我们每次写的行列式我们好记一些 因为这每一行第一行是三个坐标系的单位向量 第二行是第一个向量的三个分量 第三行是第二个向量的分量 所以这个比较好记一点 这是在坐标系下的它的表达式 那它的证明就是我们把它写成坐标系 那就是A1I加上A2G加上A3K 那么我们插几B1I加上B2G加上B3K 我们把它分开 我们把它分开 就是A1I加上A1I加上B1I加上B2G加上B3K 那么再加上A2G加上A2G加上B3K 再加上A3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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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B1I加上B2G加上B3K 那我们来看看在第一个式子里面 第二个式子里面 第二个式子里面G加上G是等于零的 第三个是K加上K是等于零的 因为数量我们可以提到外面去 所以变成A1,B2,I,X,G,再加上A1,B3,I,X,G,K,A2,B1,G,X,G,I,再加上A2,B3,G,X,G,K 再加上A3,B1,K,X,G,I,再加上A3,B2,K,X,G,G 那我们看一下 I,G,K 这是 这是三个坐标系 坐标向量 那么这个是直角 这个是直角 这个也是直角 我们可以看一看 稍微看一看 I 因为我们知道I,J,K 是 I,J,K是量量垂直的 那么I,X,G,G 是等于K的 那么I,X,G,K 等于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右手戏看一看 I,X,G,K 那我们指向的是负的G 你可以用右手戏试一试 那么G,X,G,K呢 这是等于I的 那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I,X,G 是那么A1,B2 I,X,G,K 那么加上A3,A1,B3 A1,B3 I,X,G,K是负的G 再加上A2,B1 I,X,G等于K J,X,G,I是等于负K 再加上A2,B3 这是J,X,G,K 是I A3,B1 那么K,X,G,I呢 是正好等于G 再加上A2,B3 那么K,X,G 那么就是负I 那么写出来 把I,J,K 找出来 那么就是A2,B3 减去A3,B2 这是A3,B2 A2,B3减A3,B2 这是I 再加上 好 G 就是 A3,B1 减去A1,B3 这是G 再加上 这个我们其实可以写个简号 减 那么这是A1,B3 A3,B1 用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跟行列式的定义 可以合在一起 再加上 K 那么就是A1,B2减去A2,B1 这是K 所以 根据行列式的定义 这就是I G K 这是A1 A2 A3 B1 B2 B3 当然我们可以 如果你直接不能得到这个 让我们可以先这样子写 我们多写一步 我们多写一步 那么这相当于是I 用二阶行列式 这是A2 这是B3 这是A3 B2 加上 G 乘上 负1 那么就是A1 B3 A3 B1 再加上K 那么是A1 B2 A2 B1 所以这里的负1 我们可以写成1加2 所以是就是I G K 这是A1 A2 A3 B1 B2 B3 倒过来写可能比较麻烦一点 这是我们插几的定义 它的证明 它的坐标系下的证明 那我们大家 只需要记住它的这个行列式的定义 我们从行列式来计算比较方便一点 好 那我们给出了定义以后 我们看一些立体 我们先看第一个立体 我们 找 我们计算 A X B 其中A是等于 2 1 负1 B 等于 1 负1 2 那我们根据定义 好 根据坐标系下的表达式 这是I G K 是2 1 负1 1 负1 2 2 我们根据行列式的这个展开 那就是I 1 负1 负1 2 减去 J 因为J那里是1加3 负1的1加2 2 负1 1 2 再加上K K这里是 2 1 1 负1 好 那是2 减1 所以是I G 负的G 4加1是5 所以减去5 G 那么K这是负2 减1是负3 所以是负3 K J 这是我们利用行列式的定义 直接去计算它的 Cose Product 计算差距 我们看第二个 我们找一个Vector 找一个向量 垂直于三个点所做成的平面 所确定的平面 Permendicle 着 你 的 软 我们 行 到 这 是 云 我们看 这平面 我们找一个项链 随着这个是平面 这个平面 通过三个点 这哪三个点呢 P1 4 6 Q -2 5 -1 还有就是 R 是1 -1 1 那我们要 找这种平面的一种 随着于平面的向量 那我们在只要 在平面上 找两个向量 就可以 从这两个向量 我们就可以得到 就得到一个垂直于它们的向量 如果这是 如果这个是P 这是Q 这是R的话 我们三个可以组成两个向量 组成两个向量 组成两个向量 那么这两个向量同时垂直这两个向量的 我们就找它们的差距就OK了 因为差距是同时垂直两个向量的 三个点可以确定两个向量 那两个向量可以得到一个垂直的向量 或者是直接得从两个向量可以得到一个垂直的向量 所以我们先把两个向量算出来 都以P为7点 那么PQ是等于 -25-1-P146 就是-31和-7 Q-P嘛 然后PR 然后PR就是等于0-5 我们用R的坐标减去P的坐标 然后是-5 所以我们看一下PQ 差距PR 它就同时垂直PQ PQ和PR 所以这是I G K 那是PQ 是-3 1-7 PR是0 -5 -5 那我们按行列式的计算 I 就是1-7 -5 -5 减去 G 这是-3 -7 0-5 再加上K K这里 把它的所在的行和列化掉 所以等于 这是-5 -3 1 -7 -5 减上35 所以是负的40 I G 这里是15 减去15 G K 这也是15 那么加上15 K 所以这个向量 就同时垂直 所以我们说 所以我们说 PQ 差几 PR 等于我们写成坐标系的形式 负40 负15 和15 就是这个vector 就是这个平行 这个 垂直这个平面的一个vector 这是我们 我们是通过 XG 去找到 垂直 同时垂直两个向量的一个向量 垂直的向量 那我们在后面讲到平面的function的时候 我们要找平面的发现向量 我们通常是用这种方法来找到的 我们再看 再看一个立体 我们 以支三 三角形的顶点 我们三个顶点 我们去找它的面积 我们 我们来找三角形的面积 这三角形的三个顶点的坐标是 110 B是302 和C是0-1 和1 那我们最开始在讲 差几的时候 我们知道它的 两个向量的差几是 它的长度是 长度是A的长度乘上B的长度 再乘上3c它 它正好是平行四边性的面积 那面 三角形的面积 正好是平行四边性的面积的一半 那我们可以把 A,B 和 A,C 算出来 因为我们知道 A差几B 这是 它的长度 是等于A的长度 乘上B的长度 再乘上3c它 这是它们这个平行四边性的面积 因为B 因为B的长度乘上3c它 那么 那么 正好是这个高 也就是说 高正好是B的长度 乘上3c它 那么 我们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那么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那么就是底层高 再 除以2 也就是说 它正好 这个面积 所以这个面积 正好是等于2分之1 A,B 差几A,C 的长度 那我们先把A,B和A,C算出来 然后再算差几 然后再算它们的长度 那么A,B的 A,B本身就是 2 -1和2 因为是B的 B的坐标减A的坐标 A,C的坐标是-1,-2和1 所以A 所以我们可以看 它们的先算它们的这个差几 是I G K 2 -1 2 -1 -2 1 那么是I 就是-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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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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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i -1 -2 -1 -2 -2 -2 -1 -2 所以它的Area是等于1 2分之1 A,B,XG,A,C的长度是1 2分之1 A,B,XG,A,C的结果是等于3,4,5 所以是根号下9加16再加上25 所以是1 2分之1乘上根号50 根号50,那就是5倍的根号2 所以是5倍根号2除以2 这是它的面积 这就是我们XG的定义和它的一些基本的运算